各位朋友好,今天是10月7號 先跟大家一起跟進一下過去一天的重要事件 今天是普京的70歲生日 哲連斯基給他送了一份生日大禮 哲連斯基公布說烏克蘭又收復了一些領土 尤其是在南部赫爾松地區收復了大片領土 過去一天就解放了有93個城鎮 收復了2400多平方公里 路透社還報導說 烏克蘭軍隊切斷了地裂薄河 這個西岸的俄軍的這個主要的補給線 那裡還有25000多名俄軍 現在基本上已經被包圍了 那一旦這25000人投降或者是被殲滅 那普京的麻煩可就大了 因為俄國人雖然他們會支持侵略戰爭 但是他們不會接受侵略戰爭失敗 他們容得下戰爭罪犯 但是容不下打敗仗的戰爭罪犯 這是俄國的民族性格 那現在普京在俄羅斯的這個支持率 已經開始出現崩盤的跡象了 在過去一些為他歌功頌德的這個國營的媒體裡面 也開始出現了不滿的情緒了 比如說俄國有一個很知名的脫口秀主持人叫做 碩洛福尤夫他就在直播裡面公開的吐槽俄軍的高層 他諷刺俄國的參謀總長說他是個白痴 還說現在時間已經站到了烏克蘭的一方 就是說最終的勝利會屬於烏克蘭而不是俄羅斯 還有一個以前也是支持過普京的侵略烏克蘭的一個媒體人 他吐槽俄羅斯的這個國防部長說他指揮無方 應該自我了斷以謝國人 雖然他們都沒有直接點名普京 但是指上罵槐的這個意思是非常的明顯 等到赫爾松戰役結束之後俄軍失敗了之後 估計俄國人就忍不住了 就會把矛頭直接的指向普京 所以極有可能普京是最後一次過生日了 但是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擔心 擔心他走投無路的時候會狗急跳牆 會動用核武器 普京過去已經有好幾次暗示過了 不排除打核戰爭 昨天德國的前總理默克爾就說 對普京的這個話要嚴肅對待 他可能真的會動手 同一天美國的總統拜登也說 說現在是自從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 是最接近哈米吉多頓的這個時候 這個是風險最大的時候 哈米吉多頓這個詞是來自聖經的啟示錄 意思就是基督再次降臨的時候爆發的那一場 這個善和惡的大決戰 很多中國人把這個詞翻譯成世界末日 我認為這個是不準確的 在基督教的這個語境當中 哈米吉多頓 雖然也意味著將會有很大的災難 會有很多的人死亡 但是他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一個新的千禧年的開始 那個時候魔鬼將會被打敗 基督將會做王 那拜登還說了 他說他非常了解普京 普京談到使用這個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普京上週在演說裡面 他就表示過 烏克蘭的軍隊如果侵略俄國的領土 他就會使用一切的手段保衛國土 當然這個國土就包括俄羅斯剛剛吞併的這四個州 一切的手段就包括核武器在內 普京還說這個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45年的時候 就已經投下兩顆原子彈 已經創了這個先例了 他現在做只不過是這個跟從美國人的先例而已 這就是在為他打核戰爭在找藉口 他在2018年的時候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就曾經有個媒體問他 說核戰爭會導致俄國和全世界都毀滅 那為什麼他還要說為保衛俄國不惜打核戰爭 普京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說如果俄羅斯都不在了 我們要這個世界幹什麼呢 他這種反人類的心態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從來就是如此的 他確實是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但是大家發現了沒有拜登和其他的美國高層 雖然說他有這個用核武器的可能 但是好像並沒有顯得特別的緊張焦慮 至少是不像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那個時候 美國的高層那麼緊張那麼焦慮 他們現在還是在向烏克蘭繼續提供武器彈藥 在國內也沒有動員美國民眾採取這個應對核戰爭的措施 並沒有顯得很緊張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這是因為美國現在防範核武器的這個能力 比幾十年以前比古巴導彈危機的那個時候進步的太多了 也比俄國現在這個防範核武器的打核戰爭的技術先進太多了 如果真是要打起核戰爭來 世界可能會遭到一些損失 但是不會被毀滅 被毀滅的只有俄羅斯 所以美國高層一再強調 俄羅斯關於核武器的一舉一動 他們都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說只要普京決定打核戰爭了 美國就會先發自人 就會先把他給幹掉 先把俄羅斯的核武器全部給消滅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美國可能也已經知道了 俄國的高層絕大多數人絕對不會選擇跟著普京同歸於盡 他們會選擇把普京給幹掉 幹掉一個人救下一個國家 那現在普京可能覺得自己還沒有到走投無路的時候 還不會使用核武器 等到他覺得已經死到零頭了 那個時候就太遲了 因為俄國高層他們要搞政變 肯定不會事先通知普京 肯定不會給他機會去讓他發射這個核武器 他們會突然出手 不過雖然是這樣 核武器現在對全世界造成傷害不是那麼大了 但是普京只要動了這個念頭 他就是人類公敵 所以拜登表這個態 這就向全世界表示 普京他最後的瘋狂是有可能的 所以必須把普京幹掉 這才是他的本意 再來說說中國的大事 明天也就是這個中國的10月9號 西中全會就要開始了 開完了之後 接著就是10月16號的二十大 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以來 中共就形成了一個慣例 就是每五年當中就要召開七次的這個全會 中央全會 那每一次全會都有特定的幾個議程 關於歷史中央全 這個七中全會的這個議程 有個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 叫做高文謙 他把它歸納為三明一案 就是三個公開的議程 一個不公開的議程 三個公開的議程 第一個就是審議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就是政治報告 第二個就是審議 通過這個中紀委的報告 第三個就是審議 這個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還有一個不公開的議程 就是確定下一屆主席團的常委會的組成人員 實際上這一案 這才是重中之重 因為主席團的常委會 是黨代會期間的最高決策機構 是統治這個國家的最高的決策機構 他先對重大的事項做出決定 其中最重要的事項就是 下一屆黨內的最重要的職位的候選人 要把它提出來 由這個主席團的常委來決定的 然後再傳達到整個主席團 然後再傳達到所有的開二十大的全體的代表 這就是說按照過去的慣例 其中全會決定誰進主席團常委 實際上就是在決定下一屆的中央委員 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人選 那麼到底哪一些人 會進入二十大之後的這個常委呢 現在有很多的自媒體人呢 都在做不同的猜測 網絡上出現了好多個版本的下一屆常委的名單 那這一種競猜遊戲幾個月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大家就開始完了 其實我認為都是在瞎猜 都沒什麼根據 因為這個名單是絕對不可能外洩的 這一次絕對不可能外洩 只有習近平和少數的幾個親信知道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包括中央的那些人也不知道 因為這一次中共的這個換屆大會 跟以前幾十年都不一樣 雖然以前一直也是這個高層的黑箱作業 但是過去是寡頭分贓格局底下進行的 所以一般都會在大會開始之前的幾個月 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後 各大派系各大家族就會坐下來慢慢的商量 然後商量好了 大部分的人選都定好了 就在那個時候幾個月之前已經定好了 因為參與的人特別的多 所以保密就比較困難 中南海就會出現透風的牆 而且那個時候因為是各大派系 商量出來的這麼一個權力分配的方案 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平衡 所以即使是這個名單提前洩漏出去了 也不會引起太大的這個政治上的反彈 不會引起什麼動盪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也不太注重保密 經常把這個消息洩漏出去 那大家都知道明進的和平 他經常說這個常委的名單 以前好多次他都說對了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各大派系之間 他是沒有機會商量的 因為習近平不准商量 中央辦公廳前幾個月還專門發了 要求這些老幹部 也就是中共各個派系的元老 各派系的話世人 不准妄議中央議論都不行 當然更沒有機會 一起來商量 一起來推舉下一屆的常委的人選 這也就是說 這一次習近平的策略 他是先蓋牌 等到大對決到來的時候 也就是二十大之前的幾天 七中全會的時候再亮牌 這樣對習近平是最有好處的 這樣他就能夠避免高層各個派系之間 反覆的博弈就避免了夜長夢多 等到七中全會開始之後 所有的這些高層全部都集中到北京了 都集中到金西賓館或者是其他的某一個建築之內了 那習近平只要用中央警衛局 就把他們全部給控制住了 這個時候他再亮牌 沒有人敢反對了 沒有人能夠反對了 大家必須得接受 即使是有人反對 他的聲音傳不出那個建築 形成不了對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對習近平就造成不了威脅 因為這個會議它是全程不公開的 沒有人知道你在裡面說了什麼 說了也等於白說 而且你如果在那裡反對他了 就有可能當場被抓 甚至是有可能送命 幾年之前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重慶的市委副書記 當時的副書記叫任學峰 在參加四中全會的時候 就從京西賓館的這個樓上就摔下去 給摔死了 這很明顯的就是被就地正法了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在恐懼之中 在無奈之中就只能夠接受習近平的安排 然後二十大再走個過場 習近平就名正言順的連任了 至於哪一些人進政治局 哪一些人進常委 我認為意義不大 一點這個關係都沒有 因為二十大只要習近平連任了 他就確立了一個獨裁體制 在獨裁體制之下 誰進常委都一樣 都是給習近平當拆 都是當奴才 所以我就懶得去拆這個名單了 但是我並不認為二十大過了之後 習近平連任了他就萬事大吉了 相反我認為二十大是習近平盛極而衰的一個轉折點 飛龍在天之後接著就是抗龍有毀 他最大的危機將會在二十大之後出現 而且很快就會出現 這就像當年袁世凱稱帝 他在稱帝之前那形勢一片大好 他稱帝之後運勢突然急轉直下 沒過幾個月他就被逼退位了 沒過幾個月就一命嗚呼了 那關於這個話題 習近平二十大之後的命運轉折的話題 我會在今後的節目當中跟大家來探討 一評短評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期節目再見